2007年 馬總統才因為對原住民族人說 我把你們當人看 引起原住民族人群起憤慨 相隔五年 馬總統參加南島民族國際會議 發表他對臺灣原住民族的想法 大約待了二十分鐘的時間 致完池就離開 不過對於總統的談話 有部分參加會議的原住民族人不以為然 針對總統致詞發言的內容 前來專題演說的原住民文化紀錄片影像工作者表示 原住民的文化內涵豐富是任何人都有目共睹的 他強調馬政府應該實質的為原住民族多做事 而不是把時間都花在說俏量的搶面話 也有人認為馬總統總是在消費原住民 然後再說這種敷衍的話語來討好 讓人聽了不舒服 其實我們會期待政府的引導人 其實要更多關注到我們現在真正所發生的問題 比如說像東部的土地 米利灣的事件 甚至說我們改的部部落現在正在發生的問題 有沒有一個更確切的辦法能夠處理 其實我個人感覺來講 是覺得非常非常不受尊重 好像原住民只是一個被消費 被觀光才會被提到的一個主體 包含這樣這次的這個國際委討會 那原住民放在嘴巴上講講 就好像說今天為了觀光 他可以產平我們被難逐族人的這個祖林的土地 那為了觀光他可以消滅掉我們赤同部落的這個美麗的海岸 甚至在司法判決確認之後 地方政府還是不斷不斷的去強硬的要去推這個財團的政策 參議員是強調光是今年各地區爆發的原住民族權益受到侵害事件就發生不斷 包括台東的美麗灣度假村BOT案 卡蒂布部落貝南族祖焚被迫遷占案 桃園地區返水庫與因直轄式升格 而原鄉全意受到損害的問題 中央也有原住民族政治法跟土海法卡在行政院遲遲無法通過的問題 原住民族人不禁想對馬總統說 請不要只說原住民對台灣有什麼貢獻 更想反問總統對台灣原住民族又有什麼貢獻 記者國論百號台北市採訪報導